187、21世紀經濟報道 If 抗違談判的示範效應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和調整 可以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 2015年7月22日時論04流波本部評論員流波7月18日 世界貿易組織 的54個談判國達成一項臨時協議 同意信息技術協定 將更多產品納入降低關稅清單 清單所涉的產品的年貿易額達一萬億美元 各國有望於本週五簽署正式協議 如果最終協議順利達成 那麽If 抗違將事二十年多來 WTO 框架下降低關稅談判所取得的最大成果之一 據美國半導體產業協議預計 該協議將每年為全球增長貢獻一千九百億美元 早在2004年中國就超過美國成為全球信息技術產品的頭號出口國 所以 中國無疑是這次抗違談判成功的一大獲益者 這次妥協的達成充分表明 中美可以在等框架內展開更多共贏性的合作 比如 去年七月中國 美國 歐盟等十四個 成員國敦 F 環境產品協議談判 同時 主要由美國和歐盟牽頭的 WTO 服務貿易談判也在推動之中 中國也對此感興趣 中國已明確表示 對於WTO 框架下的各種多邊 豬邊談判詞開放態度 本次匯況為談判的達成將為以後的此類談判構成良好先例 不僅如此 者對中美之間的雙邊協議也將產生示範效應 比喻正在談判中的中美投資協定 對於美國主導並帶有一定制衡中國目的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此 撇撇 中國目前也保持著積極的態度 中國是國際自由貿易體系的受益者 同時通過對外開放內倒逼國內改革 也是三十多年來行之有效的一條重要經驗 中國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和調整 可以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 為國內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本次匯況為談判的達成就是一個很好的注腳 當然也要看到 在未來的談判中 中國必須考慮到自身的技術優勢與劣勢 尤其是產業核心技術掌握型較少 國際性品牌貴乏的現實 充分考慮到國內產業的承受能力 循序戰爭地謹慎前行 合理保護國內市場 在此基礎上爭取更有利的國際談判地位 在此基礎中 協會向國內平衡 彈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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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夠